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重大变化 在主要城市如广州 上海和深圳放宽购房限制后 房地产股出现了惊人的反弹 恒生大陆地产指数在周一早盘飙升超过8% 这些政策不仅提升了购房者的信心 更是中央政府为了应对房地产市场低迷 而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的结果 随着购房限制的放宽 外来家庭和单身人士都能更轻松地进入市场 这无疑为许多家庭打开了新机会 然而 专家们警告 这些措施的效果在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 可能会有明显的差异 尽管如此 这些政策的推出 仍然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希望 并且是对过去几年低迷状况的一次有力反弹 不过 想要真正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全面复苏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措施 基于目前的情势 购房者的需求 或许即将触底 但要看到市场的明显回暖 仍需持续关注后续的政策动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股市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动态 根据CNBC的报道 中国大陆的主要城市在宣布放宽购房限制后 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在周一出现了显著反弹 这一举措旨在提升购房者的信心 是在中央银行推出一系列政策刺激措施之后进行的 广州政府在周日发布的通知中表示 从周一开始将取消所有购房限制 此前 外来家庭必须缴纳至少六个月的税款或社保 才能购买最多两套住房 而单身人士则只能购买一套公寓 这个改变无疑为许多家庭打开了购房的大门 预计会带动一波购房热潮 不仅如此 上海市政府也随之降低了购房所需的纳税年限 从三年缩短至一年 此外 首次购房的首付比例也降低至约15% 而第二套住房的首付比例则降至约25% 这一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 这些新规则将于周二生效 意味着购房者将在短期内迎来更多的优惠政策 深圳市政府也不甘落后放宽了购房限制 当地家庭的购房数量上限从两套增加到三套 而单身人士的购房数量上限则从一套增加到两套 拥有至少两个孩子的外来家庭 现在可以购买两套住房 而之前只能购买一套 这无疑是对大城市家庭需求的强力回应 这些政策的推出 使得恒生大陆地产指数在周一早盘上扬了8.36% 延续了上周超过30%的涨幅 香港上市的房地产开发商股票 如龙湖集团 恒龙地产和中国资源地产等 成为恒生指数中涨幅最大的股票 分别上涨了19.1% 10.95%和3.58% 此外 中国海外发展和万科企业的股价 也分别上涨了5.06%和12.89% 与此同时 大陆的CSI300指数 在周一上涨了6% 这是该指数在上周五创下近16年最佳表现后的延续 CSI300房地产指数则上涨了超过7% 这些数字表明市场对政府放宽购房限制政策的反应非常积极 Rodium Group的副主任Allen Fan认为 放宽购房限制可能会在一线城市如北京 上海和广州中 比其他城市更大幅度地提升房地产销售 他指出类似的措施在其他城市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Natex的亚太经济学家Gary Engie也持相似观点 他认为在较小城市的效果可能会受到限制 因为那里的库存水平较高 他表示这些措施更可能导致市场的稳定 而不是根本的转变 这些放宽措施是中央政府上周呼吁应对房地产市场低迷的结果 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高层会议的通报 当局必须努力停止房地产市场的下滑 并促进稳定的复苏 中国人民银行还将现有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平均降低了0.5个百分点 并将第二套住房的平均首付比例从25%降低至15% 需要指出的是 房地产业曾经为中国的GDP贡献了超过四分之一 但自2020年北京对该行业高负债水平的打压以来 市场进入了多年的低迷期 中国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加大支持力度 以减轻家庭的财务负担并稳住困境中的房地产业 然而之前的措施并未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转变 Maybank投资银行集团宏观研究主管Erika Tay指出 中国可能需要加快完成停滞或被放弃的预售房屋建设项目 以重建前再购房者的信心并恢复需求 他指出 今年再见的楼面面积中只有4%已经完成 Nomore的分析师Jitsu Dong在9月26日的报告中表示 迅速跟进的财政政策至关重要 若能及时推出 将有助于刺激内需并稳定房地产行业 NetacessNG表示 购房者的需求将逐渐触底 抵押贷款增长 预计将很快停止收缩 但要看到房地产市场的明显反弹 仍需要更大规模的措施和更长的时间 从整体来看 中国政府放宽购房限制的政策 是为了应对房地产市场的长期低迷 特别是在一线城市的高库存和低需求问题上 政策的调整无疑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 然而部分专家认为 这些措施可能只能带来短期的市场稳定 要实现长期的市场复苏 还需要更多的系统性改革和支持措施 总的来说 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政府的这些政策无疑是积极的信号 但能否真正起到长期稳定市场的作用 还有待观察 观众朋友们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动向 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和解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中国放宽购房限制后 房地产股市迅速反弹 这是市场对政策的正面回应 这就像曹操在赤壁之战前的形势改变 他放开了对大军的控制 结果大军士气大震 这次政策放宽 无疑将提高购房者的信心 增加市场流动性 你看 恒生大陆地产指数上涨了8.36% 香港上市的房地产开发商股票 也纷纷走高 这些都是政策成功的名震啊 楚天书 你这魔说是不是有点太乐观了 这就好比诸葛亮六出其山 每次都是雷声大于点小 不是吗 这些政策看起来很美 但实际效果呢 根据NateX的经济学家Gary Engie的观点 这些措施可能只会在一线城市有些微影响 更何况 这些地方的房产库存本来就不高 其他城市的反应可能就像庄子里的刨丁解牛一样 刀子一割 但是肉还是原封不动 哈哈 谢琪琪 你的幽默感真是让人难以抗拒 不过 这次可不是诸葛亮的空城计 而是实实在在的政策效应 根据Rodium Group的Allenfin的观察 放宽购房限制在一线城市的确会有更大影响 而这些城市恰恰是中国经济的引擎 带动作用不容小觑 你说的那些小城市 即便影响有限 但政策的初衷就是集中火力在最具潜力的市场 这难道不明智吗 哎 楚天书 你这么说我只能想到张飞的长板坡 声势浩大 确敌不过现实的困境 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降低了住房贷款利率 还将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从25%降到15% 这些措施难道不是空城计吗 根据Maybank的Erik Tay的说法 真正的问题在于停滞的预售房屋建设 只有4%的楼面面积已经完成 这么点修缮 能够带来多少实质性的转变呢 谢其器 张飞的长板坡也是以少胜多的典型 真是好例子 你提到的预售房屋问题 的确是需要解决的 但这次政策重点在于提升市场信心 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 根据Nomra分析师接触档的报告 迅速跟进的财政策略至关重要 未来只要措施到位 内需和房地产行业的稳定就指日可待 这就像诸葛亮的龙中队 一步步来最后必能大功告成 唉 楚天书 你这么说 我只能想到秦师其路 天下共逐志 政策再好 也需要时间和持续的努力 不能指望一次措施 就能改变全局 NetX的NG也指出 需求将逐渐触底 但要看到房地产市场的明显反弹 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和更大规模的措施 与其说这次放宽是一剂零单妙药 不如说这只是一个补得 最终还是需要整体经济的稳定和恢复 这才是长久之计啊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